大家好,我是吴君,今天我们讲 无论你是新手还是有经验的投资者 最近有关注市场的都知道 美元的价值正在衰竭 这就意味着有大部分国家都在抛售美元 加上美联储不断的印钞 巴菲特都在股东大会说 美元现在还是储备货币 但未来未必是 所以现在不管你是穷人还是富人 财富都将洗牌 在未来投资黄金或者加密货币 可能是你一生只做得到一次资产翻倍的机会了 那为什么全世界都在抛售美元 买黄金和比特币会赚钱呢 近期美联储一直疯狂印钞码 这样就会导致货币变得没有价值 然而美元现在还是控制着整个世界经济的流动 美国的资本家把其他国家的优质资产和美元进行绑定 像是中东国家的大部分石油 都是美国资本家在控制 因为资本家设定了个规矩 你只要想购买石油 就要先把你国家的货币换成美元才可以买 这样一来其他国家想要购买石油 就要先将手上持有的货币换成美元 美元就会一直处于最高地位 这就是所谓的美元霸权 这也是为什么一旦美国出现金融危机 还是各种危机 也会涉及到其他国家的经济不好 所以美元被抛售 资本家就会把这些资金转移到其他资产 最好的选择就是黄金和比特币 那为什么这两个是最好的选择呢 黄金和比特币都是流动性非常高的 流动性非常高就代表着很多人在市场中交易 资本家想割韭菜呢 是非常容易的 黄金和比特币又是连接全世界 几乎所有人都可以投资 看现在每一个人都说比特币和黄金已经要崩盘了 巴菲特也在股东大会说 接下来经济还是不景气 但是在这种不景气的环境下 这些资本家和富人就会拿资金进行抄地 那为什么资本家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抄地啊 经济不好吗 经济不好的时候处于底层的人手上都没什么钱 就会出售自己的资产 那这些资本家就会在这个时候抄地买最便宜的货啊 你看像巴菲特为什么不怕市场下跌啊 因为他有大量的资金嘛 不怕价格短时间的波动 就算市场再一次下跌 他也有大量的资金进行抄地 在经济差的时候 大部分散户就会变卖手上的资产 那这些散户的资产最后都流到了资本家的口袋里 等到经济好起来的时候 散户又有点钱投资了 这些资本家就会把之前买在低价的资产再次卖出 这些散户又要花好几倍的价格买回之前卖的资产 资本家只需要这样一个循环就可以隔所有的散户 这也是为什么富人会越来越富有 穷人只会越来越穷 所以啊 穷人想靠投资翻身是非常难的 如果你的资金非常小 最多可以在市场中获取一些利润 或者跑赢通货膨胀 并不是可以靠投资就财富自由 很多人都想摆脱底层的束缚 或许在市场中投资之前 可以先投资自己的脑袋 认知和思维是你永远的财富 任何人都不可能多走 这也是为什么富人们都看书 这些知识都已经写在书里面了 为何还要自己去慢慢摸索呢 但是你的认知超过你的执行力 刚开始你会觉得很辛苦 这个之后我会出一期市民专门讲 那巴菲特在股东大会也有说到后悔卖了苹果的股票 也就是看好苹果的发展 那巴菲特看好苹果的发展 除了性能好确实也非常好用之外 其实根本原因就是现在普遍人们对苹果产品价值的看待 现在你会发现到用苹果手机 已经让大部分人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 因为已经产生了连锁反应 怎么说有价值呢 你看很多富人用苹果手机 带劳力士开豪车 这些都能帮助富人做生意 增加自己自身的价值和信任度 换一个角度说嘛 那如果是你 你会跟一个不打理自己的人做生意吗 因为做生意啊 最简单判断一个人的方法 就是通过这些奢侈品 那你看到富人们都用苹果手机开豪车的 非常有地位 你的潜意识也会认为 用苹果手机开豪车的就是富人 这样就造成了现在的连锁反应 几乎每一个人都想用苹果手机 甚至有些人要借钱借贷去购买苹果手机 这也是巴菲特认为苹果公司真正的价值所在啊 我知道说这些一定会触碰到一部分人的观点 但我真诚地希望屏幕前的你可以懂这些知识 但我们也不应该憎恨资本家 我们能做到的只能跟资本家占同一阵线 尽可能的避免自己不被割韭菜 所以在金融市场中 我们就像自身于一个巨大的游乐场 这个游乐场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游戏和机会 巴菲特就是这个游戏场中的大人物 投资者都应该知道 巴菲特以独特的价值投资而闻名 他专注于寻找被低估优质企业 他研究企业的基本面 了解他们的商业模式 巴菲特的投资能力确实非常厉害 他能在市场中呼风唤雨 所以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可以短期影响股价波动 你有没有听说过跟巴菲特吃饭要300万美元 这是为什么呀 跟他吃个饭还需要那么多钱 因为他的名气嘛 他告诉你接下来的趋势是怎样 该买什么 他只要再发布一个新闻 就可以让你赚翻倍的钱 你还可以告诉别人跟巴菲特吃过饭就有了信任 有了信任富人就更愿意接近你做生意 毕竟巴菲特的影响力大嘛 我还记得有一个人 他支付了钱跟巴菲特吃饭 结果巴菲特赴约了他没去 因为这件事情 这个人的名气一下子被网络超高了 他故意不要去是为了获得名气 在这个时代名气就相当于金钱啊 有影响力就像那些明星网红 赚钱都是非常容易的 巴菲特和查理芒格也说过 比特币是垃圾 是老鼠药 总有一天会泡沫破裂 永远不会投资黄金 这不是货还没说完 他转身就投资了一所银行叫 New Bank New Bank是提供加密货币交易服务的银行 这不是把自己说的话再吃回去吗 巴菲特确实没投资加密货币 但他投资了提供加密货币交易服务的银行 所以并不要完全跟着新闻的情绪来投资 这有时候是资本家的手段 这些名人说话都不用成本的 他们只是在网络上一句话 但他并没告诉你一定要跟着他的观点看待市场 是你自己愿意跟着他的观点走 所以本质上他是没错的 如果在金融市场没有自己一点独立思考 被割韭菜是非常容易的 但是马斯克也是一样 在推特更新自己的推文 就可以操控狗狗币的场地 所以这些名人要割人是非常容易的 只需要发布之前先布局自己的手持 再发布推文 就可以割一波人了 这也是为什么永远不能跟大数据作对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 投资者都需要保持冷静 做好风险管理 了解市场趋势 基本面分析是投资者抓住财富转移机会的关键 投资本来就是一个情感和心理的游戏 市场波动激烈 恐惧和贪然往往会影响我们的判断 恐惧让我们可能在市场低点错过买入的机会 而贪然就会让我们在价格处于高点盲目追高 要在财富转移中取得成功 我们需要具备耐心和长期的眼光 财富转移不仅仅是一个短期的游戏 而是一个需要长期投资的 投资者需要相信自己并选择自己的投资策略 不受市场短期波动的干扰 可能有些人觉得关注政治和新闻非常麻烦 我们关注这些都是为了赚钱 我们不能忽视财富转移经济的影响 也反映了整个经济体系的发展 关注社会和经济趋势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住财富转移的机会 最后说一下大方向 比特币在明年2024就是减半周期 减半是比特币每次的起涨点 黄金也是我近期会关注的商品 但不代表我今天说看好比特币的黄金 今天说完明天就能涨 我不是先知啊 我都是以大方向长期趋势进行判断 当然要不要投资是看个人 投资需要有独立思考 投资者一定有经历过亏钱 所以在市场中做好风险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有的人会一直犯同样的错误 新手投资者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那就是倒没有看在自己身上是不知道痛的 好了在这个不断变换的市场中 我们需要保持警觉继续关注市场动态 才能够更好地把握住每一个机会 如果你们能在这个视频中学到关于投资创业的知识 并且能够更通透地了解金融市场 我就心满意足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早日达到财富自由 接下来我都会不定期的更新 视为投资知识的影片 大家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下期再见